講到阿根廷,如果要詳細說 首先要講一講94世界盃 很有趣,為什麼要講94世界盃呢? 因為其實從那年開始我們看到歷年的阿根廷 他們最大的問題都是用不進球場的闊度 即使他們前面的球員有多強 但是他們用不進球場兩邊的闊度 這一個就是這麼多年阿根廷的成績一路都不是很見得出彩的理由 94年來講,對於主攻力強的阿根廷 最大的問題就是兩隻閘的能力是不高的 尤其是速度上是不好的 我們當年記得是用查莫特和新鮮來做左右兩閘 其實年輕一點的球員就沒有聽過這些人 但其實這兩個人,他們分別在柏爾瑪和AC米蘭都是打中堅的 但去到阿根廷的國家隊就要打兩邊了 這個問題就是令到阿根廷兩邊的跌瓦式進攻 overlap的能力減弱了 其實這方面,他們這麼多年的宿敵巴西就反過來很厲害 這方面真的很有趣 那這班人就是沒有這類型的球員 他們到當時一直都是無以為計 94年他們當然是慘租馬拉當娜也有這麼弱的風波 搞到上上下都很糟糕 一沒有馬拉當娜就輸給這個有客潔助陣的羅馬尼亞 說到98年就好一點 因為98年他們出現了一個人叫做 Jayson尼蒂 大家其實是國米的粉絲都會知道 這個是傳奇級人物來的 左右閘都可以打 其實當時他就是打這個右邊的右閘 左邊就是韋華斯 如果阿仙羅球迷都會記得韋華斯 那就是當時98世界盃 其實他們擁有了不錯的左右兩閘 但是很有趣 他們對著16強的英格蘭 英格蘭打小角 他們依然是不會用球場兩邊的 都還是會很沉迷地在中路那裡突破 其實你不拉邊 沒有插入的人 只是靠奧迪加中間死樓 巴勒斯奧達又不是一個勁之點的人物 其實都不會有什麼成績 那98年其實都是去到這個 就是對著荷蘭都是無以為計 當然我們記得在98年去到百強荷蘭那球 柏金臨完牆前那球球 如果你聽英文旁述 你就是不停聽到那個英文旁述 興奮到就是叫柏金那個名 就不懂得形容那球球 那球球員太精彩了 我不穿招了 自己上網去YouTube那裡打 1998年世界杯 你英文中文都可以了 阿根廷對河 你看看那球球 柏金 經典的入球 好了 那就是無以為計 這個98年 2002年他們貴爲 他們貴爲是當年 日韓世界杯的大熱門的身份 但是他們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巴勒斯奧達的 資點越做越差 當年 亦都呢 亦都呢 沒有在口上插入的人 很多時候呢 他們都是天才還力的人 是有的 例如呢 艾瑪那些球員 但是始終呢 他們都還是沉迷在中路突破 兩邊拉邊呢 都是做得不好的 其實當年呢 蘇聯啊 啊 基尼干西利斯啊 啊 追身尼迪啊 其實兩邊實力是夠強的 但是他們都是咬不入英格蘭 他們兩年都是咬不入英格蘭 而英格蘭呢 每次對阿根廷呢 都是有一些故事是可以聽一下 但是那一年呢 他們實在呢 就是對著英格蘭那場球呢 他們是踢得很薄的 結果被碧咸呢 就是報仇式的十二碼 就搞定了他們 那他們當年呢 都是沒有辦法呢 是出到這個分組賽 啊 06年好少少啦 06年好少少啦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撞到主辦國 德國啦 互射十二碼 就被這個列民呢 就是 就是 用這個 這個 這個 做這個呢 是出貓啊 看歸史 搜完呢 不是阿根廷那些球員的十二碼 那年來講呢 有列基尾 亦都有 是初出道的尾斯 前年來講呢 亦都是有這個 泰維斯的 如果大家呢 是有記憶的時間 但是問題就是說 都是那句 進攻來講呢 雖然這次了 他們已經是有幾 不錯的進攻的板斧 但是 支點那個人是誰呢 我們都想不起的 是不是 就是我們始終呢 阿根廷這隊球員 這隊球呢 很有趣的 他們側重了 某幾個位置呢 就很強 有不同的天分球 天才還逆的人 但是問題呢 就是 有很多情況下呢 由幾屆的世界盃來講呢 他們某幾個位置呢 是出不了人的 這個其實是 幾特別 幾特殊的 就是 94年出不了閘 是不是 那一路呢 都不是出到閘 去到呢 就是近年來講呢 其實 支點的人呢 都是沒有的 可以這麼說呢 就是 希古恩都不是一個 是做支點 做得這麼完整 這麼完善的人 那所以其實近年 阿根廷的情況呢 都是出了幾大的問題的 好了 一講呢 當然要講到呢 就是2010年了 來2010年的阿根廷呢 那當時呢 他們知道呢 美斯呢 在巴塞已經是封山水起 封了做球王的啦 那當時來講呢 那一屆呢 我們見到呢 2010年的陣容裏面呢 如果計進攻來講呢 其實還有呢 是初出茅路的迪馬利亞呢 那希古恩會在樹啦 當年希古恩都還在踢王家馬德里的 那我們見到呢 其實進攻的板斧來講呢 還加上泰維斯 那所以你數一數一數 你會見到呢 是有四個人的進攻的 是位置上面的球員的 那但問題就是說 那希古恩 那不是一個呢 是純支點的球員 他做支點做得不是這麼好 其實支點做得不好呢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進攻中場那個人呢 就很難拿到那個球來用的 那其實那一年呢 美斯要拿那個球來用呢 是要去到很厚的位置 才可以拿到那個球來用的 那美斯就不能夠具體的 這樣呢 不能夠具體的 這樣呢 是在禁區頂那裡 停到那個球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這個位置上面呢 一零年那一年呢 我們見到呢 所以美斯呢 是踢得極辛苦的 即是 他又要後場拿球 又要帶那個球上去 跟著呢 又要找人 那樣 好了 加上呢 迪馬利亞呢 就是初出茅廬了 其實迪馬利亞最厲害的就是打反擊 那你說 在主攻的角度來看呢 他要插入呢 都不是一件他強項 不是他的長處 也都不是他的板斧 那另外 泰維斯這個人 泰維斯呢 其實是很professional的球員 很盡責 很勤力 很拼命的人 那但問題就是說 他沒有踢到他最佳的位置 那就是他沒有踢到呢 就是他在這個影子前鋒的位置 那其實當年呢 如果踢影子前鋒 又會跟這個美斯撞了位的 那你又要他擺邊啊 又要他就是 就是在西館旁邊啊 突然這樣轉 那其實變成呢 打反擊就幾好啦 但是打主攻呢 又是咬不入 支點不夠厲害 那結果呢 美斯不可以停到球 禁區頂 那另外呢 就是 插入的人呢 就不是說他們的強項 那一零年呢 那一年呢 結果呢 其實都不是說踢得那麼順滑的 但是反擊呢 他打得挺好的 那其實只是只打反擊 那加上當時的美斯呢 其實就不是很習慣 或者還不是很掌握到呢 就是做這個 是AMC那個位的 雖然他很想做 但是其實他在巴赛呢 就交了那些工作給印尼斯達 那自己呢 就附下插入 扭那樣 那做役的而已 但是去到阿根廷10年呢 他就很辛苦了 因為什麼東西都要他做完 那去到2014年 其實同樣辛苦了 2014年其實他們都一樣呢 是要靠了美斯做完所有的事情 那當時泰維斯都不在陣中了 迪瑪利亞就好一點 那年其實迪瑪利亞表現得很不錯 但是去到呢 是近決賽的位置 他就沒有辦法受傷 所以我們看到呢 其實這個迪瑪利亞那個位置呢 幫不到美斯 也是14年世界盃 阿根廷的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你見到呢 就是另一個問題 當然希古恩一樣都在陣裡面 希古恩一樣都在陣裡面 所以你見到那個支點又不是很完整 那美斯其實也是要自己搞定所有的 後面帶上來自己扭 自己射完 那樣 叫做美斯那年就幾盡力了 踢得都很辛苦了 但是旁邊的人又不插入 只是打反擊才厲害 希古恩的位置表現得不好 迪瑪利亞就不是插入的人 反擊的時候呢 迪瑪利亞就幫到手 但是主攻的時候呢 美斯就無以為計 是孤軍作戰 好了 那來到現時了 歷根廷的陣容裡面呢 我們見到呢 在網網的畫面了 其實出現了一個新人 叫戴巴拿 那你知道呢 他在祖雲達斯來說呢 他踢進攻中場的 其實就是踢在美斯那個位 那美斯會不會被他踢的呢 那這個已經是很大的問題了 戴巴拿相信他不會踢到他自己的最佳位置 進攻中場 所以呢 美斯一定是踢這個位 踢進攻中場 那戴巴拿踢右翼 都不是不行的 但是問題就是 沒有擺到戴巴拿去他最佳位置 其實現在的未來來來講 一定要呢 是盡快地訓練好戴巴拿 成為新一代阿根廷的重心球員 那如果美斯依然在那 戴巴拿一路都踢不到他最佳位置 那戴巴拿踢前鋒來講 又怎樣呢 那都是踢反擊的 戴巴拿都不是純資點前鋒的人 你說 你給我選 那我都是選了希古恩做正前鋒 希古恩做正前鋒 都講過幾年 兩屆的世界盃都不是很幫到美斯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那迪馬利亞打反擊幾好 好了 那戴巴拿有速度 有技術 有射術 那美斯都可以的 那迪馬利亞打反擊也都厲害 那如果飛起希古恩 我們飛起希古恩 被美斯打最前 或者戴巴拿拿最前 好了 那不如希古恩了 希古恩退下去 找多個中場球員做防守的 比如打三防中 這樣行不行呢 這樣不是不行的 但問題就是打三防中 當然呢 經常都這樣說 浪費了一個防守球員 那也都在這個位置上 你中場球員多了 你變了又會打主攻 打主攻來講 你當然要靠支點 去到象角性循環 結果呢 又沒辦法在主攻上取得到優勢 喂 如果是這樣的話 學巴西 學車路士 學巴塞 學英格蘭 近期都打三中堅 打三中堅行不行呢 又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阿根廷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講過 他們沒有閘位的球員 那現在來說 勞組啊 那些都不是說 可以整條邊線打完的閘 另外薩巴利達又老了 那阿根廷現在呢 就真的很尷尬 三中堅不行 尤其是他們的防守球員 又不厲害 好了 打這個呢 是4-3-3 防三防中 又怎樣呢 結果呢 在主攻上面 就不太夠人參與 而且呢 支點的人也不夠 好了 那其實呢 怎麼說都好 怎麼說都好 就是說阿根廷是只可以主攻的 那就是其實呢 都是打回這個陣 希古恩支點 美斯進攻中場 希望迪瑪利亞和戴巴拿 就是肯做六頁插入 那這個位置上面呢 我們看過很多屆 其實迪瑪利亞在陣中 美斯在陣中 都沒有辦法插入 都不是這件事 那其實呢 現在的唯一變數呢 就是戴巴拿了 究竟戴巴拿可不可以做六頁呢 如果戴巴拿長期做六頁 對阿根廷的未來有多大的影響呢 究竟美斯要打多久 多久正選和進攻中場位置呢 這些全部都是阿根廷要解答的問題 當你阿根廷依然有這麼多要解答的問題 的時候 你的鄰國宿迪巴西已經進入了一個 幾不錯的更新換代的時間 他們已經換代上來了 其實相反來說 阿根廷一定是會慢慢回落 這一對阿根廷呢 即是 更新換代上出現了很多尷尬的情況 攻又不是 手又不是 那這對球其實呢 那個前景呢 是幾不明朗的 幾不明朗的 那可以到一百世界盃來講 當然他們應該是入到決賽州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們即使出現了一個很不錯的戴巴拿 但是美斯都不可以將重任交給他 他都是要自己弄來玩 那就是 轉頭來講 我覺得阿根廷八強已經是 差不多去到最盡的了 沒得再盡的了 因為呢 個別球員的實力不好 欺負也不是純資一點 把握力又差 那另外呢 就是那條防線壞的嘛 奧達文迪 叫做阿根廷最強的防守球員 但是你知道他在英超 整天都失位的 是不是 又輸投槌 什麼都輸了 加上門將 又是一個不太好的門將 那所以阿根廷來講 就是他們明天呢 對著這個智利 主場呢 我覺得呢 攻不進智利的機會很大 那麼 那麼被智利反擊呢 他們也都很容易死 那麼和了 都算偷笑的了 那麼明天呢 都是叫做呢 阿根廷一個多嚴峻的考驗來的 那麼所以近期阿根廷都是比較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 儘管看看大巴拿 可不可以真是做到美斯的 是得力助手 真是可以在這個 是主攻上面 做這個呢 是全錄業的角色 也都呢 希望大家可不可以呢 幫到阿根廷呢 拿到多些入球啦 然後 阿根廷